1905年,西安府南门外,西安,古称长安,山西省省会,副省集市,关中平原城市群核心城市,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,71921年,西安小雁塔,1907年,西安,大慈恩寺,大慈恩寺大雁塔,1907年,西安,产河上的古桥,1907年,西安,坝河古桥, 1907年,咸阳,顺灵时刻,1907年,前县,城隍庙热闹的景象,西安南大街,远处魏谷楼和钟楼,1916年,西安南城门,长安自古帝王都,其先后有西州、秦、西汉、东汉、西晋、隋、唐等13个王朝在此建都,它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,丝绸之路起点, 71914年,西安钟楼,71910年2月1日,咸阳双兆镇,71910年,西安普西四十里处,咸阳附近的古桥,71907年,西安北城门外,出城就是农田,城墙残破,城门楼也不在了,71907年,西安,翻台衙门, 71907年,为河边咸阳古都的繁忙景象,720世纪二十年代,瑞典汉学家奥斯乌尔喜人龙拍摄的西安城墙,